第一届中泰智互论谈嘉宾和营,乱与时社,6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斯科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MRCity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承办的第一届中泰智互论谈在京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佩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首届中泰智互论谈的主题是新时代中泰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泰合作。 只在探讨和交流中国和泰国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实践中,遇到的挑战,以及社会发展的经验。 进一步加强中泰两国学术交流,形成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平台。 论坛维尔奥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泰战略合作,社会发展与人文交流,一带一路下的中泰经济合作。 中泰社会政策比较笨一题,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 高培勇在致辞中指出,举办第一届中泰智库论坛,在中泰人文交流中上述首次,为中泰两国智库交流,搭建了极致性的核端平台。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代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被中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泰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遇到许多相似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交流合作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取长不短,促进双方共同进步。 他,强调,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从2000年开始,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多项合作和学术交流,保持着良好联系。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学术交流和研究,建立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达成了共识。 今天的第一届中泰智慧论坛,就是这一共识的丰硕成果,高培勇引诱中国古代的教育盛典,学济中文化,读学而无诱,则以孤伦而寡文,面丽中泰文化和学术交流,指出只有加强文化交流和学术切磋,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互信。 他真诚希望两国专家学者能够共享经验,交流体会,共谢智慧,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